各位早安 我是大晴 這次要介紹的是官方近期開放的主線任務追加裝備 這些裝備經過初略的測試後 已經可以確定是CP值極高的裝備 真可以說是新手的救星啊 不過這些裝備也存在著非常大的不便 其意是必須解完主線任務才可以購買取得 其而是這些裝備無法交易以及存倉 也就是說這些裝備只能給一個人物使用 如果要練什麼斬首戰隊啊 盧恩戰隊之類的 建議還是用能存倉交易的裝備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看看這三套新增的裝備該如何取得吧 首先是貴族套 在解完七王主線之後 可以前往普隆德拉皇宮內購買 首先我們從中央的北門進入皇宮 然後直直走 到達宴會場後往上走 經過宮型長廊後 就可以找到販賣裝備的NPC了 可以使用榮譽之陣跟NPC購買貴族套裝 像我現在開的職業是基因 所以只能購買相關職業的貴族套 通常解完主線後會獲得40個榮譽之陣 所以要購買完全套裝備 並且把開家斗篷靴子都加9 會需要消耗70個榮譽之陣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參考一下七王的每日任務 我會把相關網址貼在資訊列 這套貴族套在100等的時候可以穿 而且它是少數100等有增加基本傷害的裝備 比起加9王室狩獵套 應該是有過制而無不及啦 因為初期所使用的王室狩獵套 大部分都是吃鞋子加斗篷的護勇減0.5秒效果 但是貴族套單一雙加9屑就有這個效果 再加上整套套裝會增傷某一個主要技能 所以傷害上會比王室狩獵套好一些 不過缺點同樣是因為無法交易存倉 即使再好用也只限定在單一人物 非常推薦新手來解此任務 可以弄一套去練功 主線如果很熟悉的話15分鐘內跑完不是問題 如果想要一路用到150等 建議可以拆一些便宜的增傷卡片 如果想在125等更換帝國套的話 則可以不用插卡 畢竟效益不大不用浪費卡片 接著是帝國套 解完七王主線後 可以接著解星火同盟的主線任務 這次的任務就比較攏長了 建議約個三五好友一起組隊解任務 如果沒有朋友可以自己多開 假裝自己有朋友 因為後面有個副本需要打手才能通過 如果是讚美主教一個人解 可能比較難以通關 帝國套的販賣地點 位於愛因貝赫的叛亂者基地內 我們首先到達愛因貝赫 接著進入叛亂者基地 進來之後直直走 這個MPC就是裝備販賣員了 可用秀發之榮譽之陣兌換帝國裝備 帝國套的限制等級為125 解完星火同盟主線後 可以取得50個秀發之榮譽之陣 跟前面一樣 必須要有70個陣才能取得全套加9 而且帝國套還可以附魔 但是以過渡裝來說 不太推薦把它附魔 所以還是必須要解一些每日任務 效果比前面的貴族套稍微好一些 基本上套裝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在練功方面 125等以前的練功區 怪物血量大約在2萬到4萬左右 而125等以後的練功區 怪物血量直接跳到18萬以上 所以沒有好的武器跟幻象套的玩家 建議還是多跑一些任務 換個帝國套會比較保險一些 但是插卡效益不大 畢竟不能交易跟存倉 而且過了這個等級 這一套就可以直接宣布報廢了 可以把卡片留在下一階段的N點套上 最後是N點套的取得 解完前面兩個主線任務後 才能接著解17.1的虛幻浮線任務 任務內容主要是聽雷基在廢話 當時還把我一顆Enter弄壞了 這邊同樣推薦朋友們組隊一起解 在副本方面會比較好通關 而N點套的販賣地點位於科爾基地內 在左邊偏上一點就可以看見NPC 可使用神秘零件和核心元件兌換N點裝備 這就是最終套裝啦 這兩樣材料都是可以交易的 而且解完主線後也能大量獲得 也可以拿來兌換幻象裝備以及附魔道具 算是蠻有價值的物品 想賺錢的朋友 可以考慮解每日任務來取得 N點套算是新手的畢業裝吧 效果跟前面的貴族套帝國套一樣 只是N點套是最終的強化版 如果是剛入坑的新手 在沒有要練同樣職業分身的前提下 非常建議去弄一套N點套當作畢業裝 如果武器跟其他裝備不太差的情況下 幾乎有一半以上的職業可以打到換規 至於是哪些職業 就等各位大大測試出來才能知道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 N點套有多強呢? 我個人覺得N點套最多跟頂配的幻象差不多 並且不會影響高階裝備的配裝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 時光斗、暫時斗、思念斗、光束缺配A寶、二雄缺配S寶 自動甲套裝、永恆套等等 就是那些幻象以上等級的裝備 或是必須拆掉N點套4件其中一件的裝備 就可以不考慮用N點套 因為這次裝備要全套4件才有好效果 只要少了其中一件 效果就會大打折 而哪些職業適合使用N點套呢? 大情就簡單的分辨一下 這就要講到一個叫做邊際效應的東西了 但是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有機會會另外拍片講解 反正簡單來說就是 某單一方面的增傷%太高 會導致那類的增傷效果被稀釋 而N點套幾乎都是技能類%增傷 所以我們直接找兩個技能來比較好了 首先以遊俠的銳利射擊來說 加9N點套直接加了30%的銳利射擊傷害 而目前沒有任何可以增加銳利射擊傷害%的卡片 裝備類大量只加銳利射擊%的 只有瑞欣次驗弓搭配火體 處女研究頭罐怎麼那麼難念 所以銳利射擊取得的增傷CP值非常高 而N點套的遠傷爆傷都能被吃到 所以對遊俠來說CP值非常的高 但是一定有人會問 那瑞欣公搭配處女頭就不能用N點套嗎? 哼我都有那套了 還用什麼N點套? 但是自動甲、時光斗、惡雄、心血 配S寶、施密特啦 總之N點套CP值最高的 可以說就是瑞射遊俠了 那另一個技能又蠻多人問的歐哥好了 歐哥的技能增傷卡片跟裝備非常多 像是真大主教卡 超時空投罐 主教披肩石 主教盾 歐哥手等等 光是雙大主教卡的流星錘 加上加9的大主教超時空投罐 歐哥的技能增傷%就高達200% 更別說其他必要裝還沒算進去 我們舉例以簡化的公式為 基本傷害乘以歐哥增傷% 乘以體型傷害乘以種族增傷等等未盡列舉 假如我們基本傷害為10000 而增傷200%的歐哥則可以打到30000 公式上則是10000乘以3乘以1乘以1等等等於30000 然後N點套再加上30%會變成 10000乘以3.3乘以1乘以1等於30000 真正增傷其實只有3000 如果換成種族的10%增傷會變成 10000乘以3乘以1.1乘以1等於33000 在歐哥已經擁有200%的增傷情況下 種族增傷只要10% 就可以跟歐哥增傷30%擁有一樣的增傷效果 這就是邊際效益上的增傷差別 歐哥的N點套雖然沒測試過 但是剛剛花5分鐘大致比較後 應該還是附魔雙MATK的加9幻象B套會贏一些 所以N點套適合哪一些職業的初步判斷 就看那個職業的戰時卡片 跟戰時頭還有超時空頭等等的效果 有沒有給予大量技能增傷了 不過成本的話 N點套幾乎只有幻象套的5% 對大眾新手來說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我說的比幻象弱的部分 並不是說他很弱 而是比較幻象套的部分 所以N點套對於大部分的職業 還是很有幫助的 以上就是新裝備的初略介紹啦 而各職業的N點套配裝 也需要各方大大多加測試 畢竟那麼多職業也不是光靠推斷就能判斷 各種技能的計算方式也不同 很多結果還是需要經過測試才會知道 這次官方出了這些有意新手的裝備 只要依序解任務就可以取得 並不用攻略大量的副本賺錢買裝 也不用再經歷經練上上笑笑的痛苦 即使只是剛回鍋 也能靠這套裝備練到不算低的等級 甚至可以通關很多副本 那有關任務的相關資訊 我會統一整理放在資訊列 就祝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理想的配裝喔 我是大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